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美国当年登月的真实性 又成为网络讨论的热点 毫不意外的 很快就有大量的辟谣 但是这次的情况 似乎和之前有点不一样 辟谣的规模很大 但是效果并不好 同时很多人直接表示 知道美国登月是真的不代表 不可以怀疑美国登月 对于这样的新剧情 显然很难 很多人有些手足无措 诸位航天爱好者更是陷入了混乱 甚至某些平时十分理智的科普人士 也开始说什么民粹主义 反制主义的话 关于登月的真实性 个人作为航天爱好者 通过已有的历史资料 与科学事实判断 一直认为美国登月是真的 但是在当下的这个问题上面 个人却一点也不打算开什么地图炮 说什么民粹之类的话 那样的做法未免有些高高在上了 其实这次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对科学知识的传播 除了事实之外 还要考虑方式方法 似乎很多科普意见领袖 经常用这个道理来批评国内的科普工作 只不过另一个事实往往被忽视 方式方法 其实并不只限于视频和文章做得好不好 还有更多的形式 回到登月的问题 质疑登月的核心论点是 既然美国几十年之前的技术都能做到 为什么现在技术先进了那么多 再人登月还是那么困难 我们可以找到工程管理 去工业化之类的理由 但是最核心的理由 也是如今各种登月质疑理论的根本来源 那就是阿波罗计划实际上没有那么重要 它是优秀的工程管理项目 但是驱动的本身不是科学 也不是经济 而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需要 缺乏可持续性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 阿波罗计划因为过于昂贵 所以难以持续 这话就有些偏离事实了 阿波罗计划占用的资源绝对算不上廉价 按照不同的计算口径 最多差不多是GDP的4% 这无疑是极度昂贵的 但是考虑冷战时代 美国的军费一年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而且阿波罗计划是分成十几年去投资的 如果阿波罗计划真有那么大的价值 坚持下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很遗憾 冷战时代的阿波罗计划 因为缺乏回报 确实是个难以持续的奇观 哪怕就算无法保持高频率的载人登月 为什么中间有几十年的时间 连一个无人登月器都不发射一个呢 总不能是月球上面的秘密都被探索完了吧 但是在美国和西方半个多世纪来的宣传中 阿波罗登月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成了一种超越国界线的 一种荣耀全人类精神的行为 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人类的科学 而在苏联解体之后 这更成为了证明美国所谓优越性的预言 这种称为式的行为实在是缺乏依据 苏联解体可能有几百个因素 只不过和登月实在是关系不大 理由无它 月球距离地球太远 以至于对地球影响微乎其微 在这样的宣传中 NASA也从美国的一个科研机构 成了一个传遍世界的文化符号 和切戈瓦拉一样 成为了各种文化山上面最常见的符号 哪怕是不喜欢美国的人 也常常忽视NASA的官僚机构属性 和这些官僚对于我国的恶意 NASA的技术先进并不能掩盖这方面的事实 当然 就算以最为恶意的态度来评价阿波罗登月 美国人把钱花在这些东西上面 也总比拿去轰炸第三世界人民来得好 只是在人登月的科学价值与经济价值 确实容易被高估 一个常见的论点是 没有阿波罗计划 很多民用技术不会被开发出来 这个结论显然是有所夸大的 阿波罗计划的巨额投资 确实推动了一些民用技术进步 但是就算没有这个项目 靠着其他的航天项目 这些技术也会开发出来 而且如果只是从开发相关民用技术 来评价贡献的话 那冷战时代军事技术投入 带来的民用技术更多 为什么军备竞赛是个贬义词 而航天竞赛是个有正面意义的词语呢 这背后的逻辑并不是什么理所应当 而是被塑造出来的结果 至于月球的经济价值 不能说十分有限 只能说几乎没有 最常见鼓吹月球经济价值的东西是亥三 这个同位素也是NASA先开始吹的 月球表面土壤确实存在亥三 但是说这东西有经济价值 则是一种伪科学的行为 因为月球土壤里面的亥三含量极低 含量是以十亿分之一作为计量单位的 提取的成本极高 而目前研究的可控核聚变 主要是刀川核聚变 使用亥三的核聚变需要更高的温度 研究进度慢了很多 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目前的刀川聚变时间表依然存在变数的情况下 幻想用亥三解决地球能源问题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际上欧美科学家与航天爱好者里边还有一派人群是反对载人登月的 他们并不是反对航天探索 而是认为把人送到月球或者是更远的天体上面 对科学探索毫无帮助 只是单纯的政治行为 因为运人需要生命维持的种种系统 而同样的重量完全可以运更多的科学仪器和机器人上去 而人上去能干什么呢 仪器能探测的东西比人类的肉眼多太多了 如果说在阿波罗登月的时代 人类还能做到不少科学仪器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阿波罗17号的成员里有一个地质学家出身的 这次任务收集的岩石样本一般被认为是质量最高的 但是这样的研究需求在如今是完全有可能靠人类在地球的遥控 甚至是有视觉识别算法的机器人去实现的 哪怕是想在月面进行某些更加复杂的实验 理论上也是可以靠机器人去完成的 而即使在美国的规划中 登月人员在月面的停留时间也只是一周 可是探测器能在月球表面连续工作10年以上 这样的思考虽然不能代表所有情况 但也绝不是无敌放矢 在人登月的科学价值未必有那么高也是个事实 而因为我国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涉及到美国的东西 哪怕是坏的东西也会被强行上一些不知所谓的价值 而当如今美国的所谓优越性被怀疑的今天 某些被附加上莫名其妙价值的东西终究是会被动摇的 这或许不够尊重事实 但是谁让阿波罗计划被赋予了太多超过他本身的价值呢 到如今美国重启了登月计划 试图用这方面来证明美国的优越性 而马斯克的成就又被无限放大 甚至被当作了什么决战兵器 我们对此是相当的无语 都不知道这是在夸马斯克还是黑马斯克 人家自诩商业航天第一人 很大程度不就是因为主要收入不来自军事 而是来自于商业吗 实际上指责舆论在这方面反制和民粹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我国官方机构在科学问题上面一直持有十分客观的立场 比美国某些机构在涉及中国的科学问题上 无限上纲上线靠谱的多 至于民间问题 这可不是航天一个领域的问题 如果把这类思潮都一股脑归结于什么反制主义和民粹主义 这只会加剧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在之前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国整体氛围对自然科学是高度尊重的 但是这不是天然而成的 是来自于近代史以来的种种屈辱 把自然科学提到了极高的位置 但是这样的思路是存在一个缺陷的 那就是如此的叙事 把自然科学的进步性与西方国家绑定在了一起 如果在西方国家依然有足够大优势的情况下 这样的叙事倒还糊弄得下去 但是在如今都要吹什么决战兵器的当下 还要用这套叙事来规训别人是会有反噬的 这种叙事的崩溃可能会动摇国人 普遍对于自然科学的信任 这方面的倒下与重建恐怕是难以逃避的问题 毕竟自然科学这东西是广泛存在的规律 它从来没有什么白皮肤蓝眼睛 有的幻觉总是要有打破的那一天 至于美国产的登月阴谋论被大量进口也是正常 在美国这些人被美国主流社会开除了出去 所以他们的理论很大程度是反对美国叙事的 自然会很对一些人的胃口 可以说是非常市场经济了 我们从来都是很尊重科学的 但是正像是最近陷入纠结的这些科普工作者 曾经经常说的 科普不能仅仅是照本宣科 需要考虑受众的情况 这个道理在此时格外的适用 要想反驳对登月的质疑 关键不是重复事实 而是要对于过去某些上价值的行为进行解构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抱有优越感 是万万做不好科普的 有些事实是需要明确的 阿波罗计划是个很好的工程成就 各方面都值得学习借鉴 但是它真没有那么多额外的意义 什么美国优越性 什么先进制度与僵化制度之类的 麻烦别用阿波罗计划去论证了 它真没有这样的重要性 太空探索只是人类无数前沿科学探索之一 说冷战人类最大的成绩是消灭天花 比这个靠谱多了 至于马斯克的成功当然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既然都搞商业航天了 那就得承认市场与市场之间是不一样的 市场也从来没有导向最先进技术的义务 这点数码产品应该已经许多次教会大家了 所以拜托不要天天和传教试试的 重复什么体质僵化的冷笑话了 载人登月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这距离在月球建立长期科考能力 还有很大的距离 更别说什么开采月球资源 在月球长期定居建立可以自己自足 经济上也可以维持的月球开发圈之类的话了 太空探索从来不是一场短跑 这是一场超级马拉松 如果把这些问题说清楚的话 自然是没有那么多质疑阿波罗登月的人了 当然这恐怕是很痛苦的 毕竟让航天爱好者去承认 航天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重要 是一件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承认自己喜欢的东西没那么重要 实在是一个残忍的事情 航天相关的技术确实深入生活方方面面 可是对外星球的探索之类的 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真的和一般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如果不是中国这边的登月计划成型 美国那边的阿尔特密斯计划估计还能再拖一阵子 而最近NASA的火星采样项目也面临降本增效问题 需要寻找更省钱的方案 所以美国许多搞航天的才一直说中国要搞太空竞赛 是希望国会按照太空竞赛标准给他们足够多的钱 但是国内的太空探索目标一向是十分务实的 以至于务实到了部分航天爱好者不满意的程度 至于星辰大海什么的 人类的未来当然应该走向星空 只不过这个时间很可能是以百年千年为单位的 在我们有生之年 能看到月球和火星维持南极式的常驻科考站而不中断 已经是很不错了 只不过在硅谷式的营销之下 无论是移民火星还是超级人工智能 或是包治百病与长生不老 都是只要投钱就能在30年内实现的事情 这套东西确实很对一部分人的胃口 当今的世界面临许多问题 看似文化多元 但是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套 其他的选择都会被定义是危险的 所以面临当下的困境 像技术寻找解决方案 似乎是最为安全的选择 而宇航或者是超级AI 这种看起来有超越性的技术 实在是很对人的胃口 技术上的大他者似乎更有诱惑力 但是这恐怕只是营销的一种 物理规律从不在乎股价高低 有的社会问题也不是技术能解决的 要承认某些伟大的工程 可能无法在我们有生之年实现 只有这种最为残忍的实事求是 才能破而后利 让阴谋论的空间降到最低 类似的问题也不限于航天领域一个方面 前些日子十分火爆的西方为史论问题也是如此 为史论显然超过了正常历史研究 对于西方古代历史的质疑 并且很多问题水平实在是不太高 比如说盯着爱德华几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批判 几本的文学造诣很高 这套书也给西方奇幻与科学文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哪怕在本书创作的18世纪 这书恐怕也无法代表古罗马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了 更别说三个世纪之后的当下了 这些东西和正经的西方古代史研究不搭编了 但是问题在于 某些用西方古代历史宣传所谓的西方优越性的内容 里边的历史要素还不如爱德华几本 完全是胡吹一气 虽然这样的东西压根不能进入历史学的讨论之中 但是在公共舆论里边 这样的声音又太常见了 想要解决为史论问题 恐怕就得解决掉这些强行论证的噪音 而这并不是单纯的宣传问题 而是要排除掉那些先射箭后画把的西方优越论证方式 这需要打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在之前讨论西方国家的阴谋论问题的时候 我们思考之后就不难意识到 阴谋论问题的解决答案 并不是把所有观点不一样的人打成阴谋论者 而是解决背后的社会问题 阴谋论的传播 往往与朴素的反抗意识有着关联 而放在我国的问题上面 无论是质疑登月还是唯史论 实际上都涉及到了某些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问题 这终究是要努力去克服的事情 这并不是不尊重科学 而是还原科学的本身 或许有些人会去幻想一些东西 一些无关意识形态的宇宙探索 或是历史研究 但这只不过是冷战之后 新自由主义制造的幻想之一罢了 只有打破这些幻想 我们才能看到更加纯粹的研究